什么是沉浸式体验? 惊喜制造共同创办人陈兴隆 在2009年的MIT台北上分享 一般民众最常遇到的沉浸式体验 就是迪士尼乐园 在迪士尼乐园里拥有许多迪士尼的角色 不仅宛如另一个国度的存在 而陈兴隆如何创造出人意料的沉浸式体验商机呢? 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在说服所有的游客 你在全世界最快乐的地方 而这就是沉浸式体验 也是惊喜制造希望能在台湾打造的活动类型 不管是摸黑吃饭的无光晚餐 完全只为艺人所设计的艺人餐桌 甚至是营收突破千万的微醺大饭店 惊喜制造希望能设计出不同的体验 来打破世俗眼光、过往经验的束缚 以及个人加注在自己身上的理性 尽管陈兴隆取的是迪士尼的案例 但对他影响更深刻的 是涂鸦艺术家Bensley所打造的暗黑迪士尼 所谓暗黑迪士尼就是跟迪士尼的一切相反 当迪士尼在歌颂世界最美好的一面的时候 暗黑迪士尼则拉着所有人前进黑暗真实的角落 讲述女权、食安、肉油、霸凌等议题 让陈兴隆记忆深刻的案例 是在《暗黑迪士尼》中一个游戏的奖品 他获得了一只黄色小鸭玩具 但那只黄色小鸭上面都是石油 我开始想会不会沾到我的衣服洗不洗得掉 但是他用一种很简单的方式 让你可以感同身受到肉油危机的不适感 至今陈兴隆都记得那只黄色小鸭 这种体验超过了平面跟电影 所有的体验都是一种勾子的感觉 带领你去触碰可能改变一生的时刻 除了暗黑迪士尼之外 如英国伦敦的秘密电影院 美国的Sleep No More 日本东京的Team Lab 都是陈兴隆体验的知名演出 因此陈兴隆开始思考 怎么把这件事情带到台湾来 首先陈兴隆开始调查身边的朋友 他发现月收入四万到五万的朋友们 一周愿意花两千元吃一次美食 不管是喝酒或是吃居酒屋 也就是一个月一万元的奢侈饮食的消费 再加上2015年时新奇的打卡文化 让陈兴隆的惊喜制造决定从饮食出发 推出无关晚餐 让消费者暂时舍弃视觉 用其他感官来捕捉未知的食物 陈兴隆也分享了几个有趣的数据 例如在黑暗中把奇异果跟芭蜡打成冰沙 是喝不出来的 而且有95%的客人 把蜜红萝卜吃成地瓜 更是有许多人把猪肉认为是其他肉品 最后无关晚餐做了六个月 共有6100位客人 让惊喜制造以小赚一点收场 真的是太有趣了 在2017年延续无关晚餐 惊喜制造接着推出艺人餐桌 为了艺人餐桌 团队花了六个月的时间 研究一个人的状态 写出一本报告书 陈兴隆说一个人很容易被贴上 乳舌边缘的标签 但是对一些社交达人来说 却是一种赞美 而艺人餐桌 希望可以平衡这样的价值观 但是艺人餐桌要怎么进行 好让消费者体验到一个人吃饭的独特呢 他们规划两个小时的用餐时间 总共有四道菜 如果有人想要安静独处 惊喜制造就给他靠墙的位置 如果有人想要偷偷观察别人 就会给他可以看到其他人的位置 同时也有靠窗座位 可以享受来来去去的风景 但是艺人餐桌却是叫好不叫座的专案 营运了八个月 因为天生拥有营运上的缺陷 越是想打造一个人的环境 就不能赶走客人 搬错率自然无法提升 另外是广告预算 就算打中了也只会来一位客人 不像无宫晚餐 消费者会呼喉饮半前来 不过在这个专案即将结束的时刻 惊喜制造不甘示弱 把桌椅搬到了信义区香提大道广场 让消费者可以在极端的环境中享受一个人 后来惊喜制造在粉丝团上操作了一次行销案件 只要24小时有1000人留言 就重新开启五官晚餐 并也预售门票 后来不止留言达标 门票也快速售出2000多张 也证实了这个市场真的期待这个计划 所以在2018年推出 五官晚餐2.0 这一次的五官晚餐2.0 特别设立两个角色 带有一点表演性 好像带领消费者进入某个神秘的洞窟 最终五官晚餐2.0 营运了12个月 共有1.2万消费者参与 紧接着惊喜制造与Home Hotel推出微薰大饭店 在活动期中会听到五个故事 喝到三杯酒 最后会打一通电话 陈欣龙说很多人在打电话这边哭到爆 宣泄了多年以来无法说出口的话 而很多人也好奇 为什么会选择用微薰的状态作为晚餐的主题 他说是因为惊喜制造 希望在清醒跟酒队之间找到平衡 在微薰的这个状态中会更勇敢 也更有机会做出真正想做的决定 而不是被理性所束缚的决定 陈欣龙说 我们有一个小小的愿望 在伦敦他们可以看见世界的美好 也可以看见世界的不美好 伦敦的社会企业是很强盛的 我觉得台湾一定也能做得到 让大家去观察美好的事物 成为制造惊喜的人 惊喜就能无所不在 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让生活更有趣 会刻意去制造一些桥段 让生活精彩一点 不过惊喜制造 透过一顿晚餐 就能勾勒出人们对于人性 情感 现实社会许多层面 好像在告诉我们生活即逝体验 感受生活每个细微的部分 看见更多的美好 让你我都能够成为惊喜制造者 我想这才是沉浸式体验的最高境界 好的 今天的每日商业就到这边 希望透过今天的分享 都能够成为各位听众的帮助 最后想邀请每一位 对于新创 商业 科技 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点击资讯栏的连结 加入焦点观点plus社团 让我们一起讨论世界商业生态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 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